都说娱乐是个圈,兜兜正正很容易就碰到一块儿,尤其是圈内明星们的前任就爱,难免会来个同场什么的,这些避不开的时刻,真是连粉丝都看着尴尬。 虎哥江树颖在拍摄旋风11人式相恋,不过这段恋情仅维持了5天就分手了,分手后两人一同参加活动时全程无交流,只是虎哥会透瞄江树颖,而江树颖却时而不见。 邓超和郝雷因电视剧《少年天子相恋》并同居,但两人因为观念不同再加上聚少离多而分手。 分手后在某颁奖典礼上相遇,当时郝雷作为评委给邓超颁奖时,巧妙地避开了正面接触。 林志颖和林心如在拍摄《校园敢死队》时,二人一见钟情爱得十分红热,但最后也分手了。 分手后在果军盛典颁奖现场,林志颖临心如捅框出席,两人曾短暂的交透接耳,气氛融洽。 安州拉贝贝与陈伟婷有过一段恋情,但仅维持了4年便分手了。 后来安州拉贝贝与陈伟婷出席颁奖典礼,贝贝身边作者是黄教主,因此全程没有什么交流。 张汉和郑爽英一起来看流星雨而接缘。 后来两人分手后在颁奖典礼上同台,可能是为了避免尴尬。 张汉提出想抱抱郑爽,郑爽答应了,可惜没有了爱情还是可以做朋友的。